金光閃閃的黃金條排列整齊放在玻璃櫃中 數量多到引起民眾擔心 玻璃要承受了嗎 你說玻璃會不會塌是不是 一大早大平民眾湧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桃園分數 走廊幾乎被擠得水線不通 手拿著後排大家的目標就是這些金條 之前一直都有在買賣金條 但是都是在營樓買賣 對那價格一定是比較高 拍賣應該價格會拿到比較好的價格 三條以上吧 甚至還有遊艇業者因為疫情沒有生意 乾脆把船賣了要換成黃金 桃園分數今年8月查封30條黃金 是三年前所查扣的 一名李姓銀龍小開錯過原本的航班 退關時被發現夾帶黃金卻沒有申報 當場被查扣依法開罰4694萬 但他遲遲沒有去繳罰還 三十一號十點開始拍賣 大平民眾前來競標 大概有一百組的人了 這是桃園分數第一次拍賣黃金 對然後也是我們桃園分數自己的案件 這樣那也是那個行政指引機關 拍賣黃金數量最多的一次這樣 黃金條塊大約一公斤重 當時市價4800多萬 而現在已經6300多萬 619萬三次 恭喜恭喜 三年整整漲了1500多萬非常保值 而拍賣價格只會更低 再加上這一批純度非常高 只因為沒有申報被發現不繳罰還 三十公斤黃金燒拍賣 前八個標別均以三條為一標 每公斤都低於市價210萬 遊艇業者排到五個標案 成為最大贏家 TBS新聞 樂總青年身份桃園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